在90天前我就经历了一个 非常考虑个人自律的90天锻炼计划 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挑战自己 去锻炼出一身完美及时的第五块服务机 我打从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 再练出一身强壮及时半夜的经过 但是也因为种种的原因 都是半股而非 Fast forward 到即时经过 我有份工作再生 倒工回家之后直接躺在床上包具 我对这两年多毫无目标的时候 我是感到非常的疲倦的 我觉得我的前途好像是一片模糊一片迷茫 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要做出改变 然后这90天的成果 绝对是连我自己也是意想不到的 这是90天前的我 那身材说胖不胖 说瘦也不行 因为有着一个巨大的肚子 那这种身材就是统称为瘦胖子 身轻瘦小哦 但是又顶着一个大肚子 我其实讲减肥很久啊 每次拍一张照片我决定要去剪肥 可是到最后也是放弃了 在这一个计划里面 我就决定大导的尝试很多 我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 那首先我目标就是要练出6-pack 那我的方向就是要尝试传说中的 Body Recomposition 同时间增肌还有减肥 从而达到完美的理想型生产 那饮食方面就是不吃煎炸 少糖保持干净的饮食 训练装备的话我就准备了两个亚铃 还有一个yoga mat 然后每周锻炼至少5次 3天中训 2天核心有氧运动 每个礼拜的星期日到gym去报道 我也特地买了一个智能体重剂 然后可以使用智能app 跟同我的智能手表 更好的追踪我这90天里面的变化 然后整合所有的数据 进入Excel然后再分析看看 那接下来90天的锻炼成果 我到底是在增肌还是减肥 OK 各位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我要开始训练 如果你看到我这一层打扮就知道 刚刚刚的 我现在是6点钟 其实还蛮累的啦 因为驾车比较三车一厘一厘一厘 然后我就需要一颗香蕉去补充底部 然后要正式开始下我的锻炼了 所以现在是6点42分 我终于完成我第一天的锻炼了 是蛮辛苦一下 因为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做运动了 然后现在突然间要做30分钟吧 30分钟的锻炼 没有讲很长不过 哇 哇 我脚抽筋 我相信接下来下几天可能会好一点啦 至于饮食方面的话 我开始也是控制的非常严肃非常的极端 然后平时放工回家的时间也都不多了 而且还要挪用那宝贵的时间来运动 我就觉得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在锻炼的期间 通过饮食的控制 才得到最佳的锻炼效果 然后当你有一个完整的锻炼计划 还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变得特别有动力去锻炼 所以我的第一个星期也过得特别容易 这就是我花了半粒中冬的东西 今晚的晚餐 希望随着日子的过去 我会慢慢进步我的厨艺啦 很快的第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每个礼拜的星期日就是到gym八道的一天 所以第一个星期我也找到了弟弟 陪我一起上gym去拿铁 那我已经有10年多没有上过gym了 上一次进gym应该是在读中学的时候 我希望我不会做得太过激烈 然后我的肌肉不会被拉伤啊 现在是第八天 可以看到我肚子也是一样 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脂肪啊 一点脂肪都没有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旅程啊 一个星期过后虽然我看这镜子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啊 但是我体重从68.8kg掉到去66.9kg 我也知道一个星期的结果其实并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这确实给了我一个动力啊 去看看下个星期又再下个星期的体重电话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我自己可以这么认真开始锻炼起来 所以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我最不期待的一天 因为今天就是第三十天 也就是result day 就是要和大家汇报一下我第一天到今天第三十天有什么成果啦 第一个呢就是要看我的push up 到底可以push到多少下啦 啊所有这些东西 而且啊 哇 我这可以做一分十下包啊 哎呀太差了 其实呢push up 我是到现在为止都基本上是做不到啦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肚腩的关系啊 那个core的重心完全是不够稳 其实我定的目标是要收到65kg 然后今天呢我是到65.05kg Body fat是9.1%是有一点点沮丧啦 所以我其实是很害怕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没有成果没有成就 所以接下来我要慢慢去调整自己的饮食 慢慢去调整自己的锻炼计划 去看一下哪一个运动才比较适合我去减脂 然后同时间要bill muscle 今天第三十天我还是要运动啊 我就继续运动啦 在这过去的三十天里面呢 我不止没有看到任何变化 反正身体也可能被自己搞坏哦 我开始回到电脑面前重新做功课做研究 结果我才发现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原来我之前的卡路里吃的太少了 早餐没有吃午餐才100g的菜200g的肉 那晚餐就一个鸡胸肉加100g的花椰菜 根本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人 假如卡路里摄取量太低的话低于基础代谢率 身体会认为自己处于饥饿的状态而选择优先消耗肌肉作为能量去维持身体运行 然后选择注存脂肪为能量以备不辞之需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身体的体重持续下滑 然后脂肪肤困难还是一样大 我是其实感觉到是非常的demotivated 我是认为在这4个星期里面我算是非常的努力啦 也是很好的控制剂的饮食 可是身体就有什么变化 我是牺牲很多东西啦 很多事件啊 没有办法去出入外面收窃啊 没有办法去吃好吃的食物啊 然后当你发现牺牲那么多的时候 你会看不到任何的结果是真的是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demotivating 好 各位 现在我在家里一个公园外面去走路啊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走大概30分钟啊 因为太阳也是要下山了 我想回去其实当时我是有点太天真了啊 这30天其实也不算很长 其实很短吧 很惊心的是这些沮丧啊 负面情绪啊 并没有影响我去继续前进啊 反而带给我当时一个很大的冲动 要持续锻炼下去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走了 12000 step 然后是6.75km 然后已经加好了千多的卡路里 所以这就是 overall 我如何查询我自己的运动量啦 然后接下来的30天呢 也是过得最痛苦 也是最充实的 因为我增加了锻炼的intensity 除了一个礼拜要锻炼5天 那每一天呢还要坚持走十千步 基本上在这个时期 我已经很明确的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啦 就是要180%专注于肩肢和增肌了 我有赞天的制作的youtube影片 也没有参与任何其他的社交活动 生活可以说是 除了健身 就没有其他的乐趣 然后到了第56天 我开始见证到我身体那么一点点的进步 因为我终于终于可以做一两下的步骤了 然后我当下是非常的开心 那对比看看我之前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呢 把自己取下来的 那这代表着我现在的训练呢 是有效 然后身体的力量真的有在进步 然后身体的力量真的有在进步 Alright 各位 所以现在时间过了整块 已经是第60天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我今天的体重呢 是64.40 OK 所以在平均体重方面呢 每个星期算是有在下降啦 之前我是完全做不到任何的pull up 所以这一次呢 我可以开始做大概两次的pull up 至于pull up的话 我之前是可以做20下 我等一下呢去试下做一下 希望可以做到30下 最主要呢 是自己身体的力量有在增加啦 外形方面 我是失去了一些希望啦 像我这种 那么久没有运动 然后metabolism 是非常慢的人 我是觉得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90天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明显的变化 即使我在60天 我也发觉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啦 然后现在呢 我的body fat呢 这是在平均一个月来看啦 是在18.8 算是开始有在下降啦 其实我目标呢 是在15%啦 算是一个蛮产美的目标啦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body fat percentage 到很低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看到6 pack apps 然后呢 在30天之后啦 我就开始每一天 静样的去走10千步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是 try to maintain 去10千步啦 我是感觉到 对我身体兼职的情况是很有帮助啦 我在这个月里面都没有去跑步 都是在中训 然后去走路罢了 因为跑步呢 其实是可以很stress 自己的身体 然后现在为止呢 都是 try to 每天要 maintain 7个小时的睡眠啦 因为7个小时睡眠 才足够让身体的肌肉去恢复 然后呢 明天 我要去旅游了 我要去 普劳本店 去大概3天2夜 我希望这一趟旅行啊 不会打扰我整个 schedule 我希望我去到那边 还是可以持续我现在的精神 就是每天要去做运动 健身 然后走10千步 去锻炼自己的身材 现在就6点13分 我要去做运动啦 再见 旅行的3天里 我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运动 那当我再次回到了打工厨的日常 我以为我会打回原型 变得不想去运动 不想去锻炼 会需要一个很大的毅力 才可以再次回到当初开始锻炼的一个状态 结果并没有 就在第60天我旅行回来之后 那生活日常开始正式发生了变化 连上班回家锻炼的习惯 已经融入了生活的一部分 以前我会觉得很累 但是现在 凡是运动 锻炼之后我都会特别兴奋 会感觉身体好像充满了能量 肌肉变得更加的结实 整个感觉就是人风运动精神爽 因为我知道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着 相反 只要有一天我没有充到时间去运动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很不开心 觉得自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 觉得自己的锻炼可能会白费掉 而这一系列的过程持续下去 就带我来到了第90天 好 各位 所以今天呢 我是来汇报一下 第90天的成绩 那首先呢 就是体重 体重是大概在64.1kg 然后体质的话呢 是在18.6kg 然后push up的话 我现在是可以做大概30下 然后push up的话 还是一样大概那两三下 然后就做不到了 然后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第一天和第90天的差别 其实差别也没有讲很大啦 我自己不是很满意这一个成绩了 其实 毕竟我也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啦 已经是90天了 然后平时也不能吃好吃的东西 也不能出去外面社交 要搭在家里 然后去gym去做运动 是消耗很多时间一下的啦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照片的附近耶 其实也是在一个灯光音乐才可以看到而已 我也是非常犹豫 到底要不要制作这个影片 毕竟成绩是很不理想 也甚至可能是不及格 但现在我就想到 既然都拍了 不如我就制作一个影片吧 就大概可以跟你们讲一下 一个普通的人在90天内 如果去锻炼的话 90天过后的锻炼 他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是可以给你们知道 在90天里面是可以受4寸的腰围 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算是摆脱了这个 瘦胖子的这个体型啊 然后我是觉得我的成绩还不是很理想啊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达到一个 非常结实的一个6块腹肌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强壮及时的腹肌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任务算是失败了 我的90天的挑战算是失败了 但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 我这里看到重量训练 然后健身 是怎么去融入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你不需要很有耐性 没有屋子呢 是在一天内就可以盖好的 如果你今天去健身的话 花上10个小时去训练 令他非常的拼命 非常的厉害 你也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最主要的呢 还是去累积那每一天1%的进步 两个月三个月去做一个比较 你才可以看到你到底有没有任何的进步 那我想说的是 这90天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挑战了 其实我也没有再跟任何人比赛 就算是我失败 我成功了 那又怎样 我没有必要跟任何人比较 也没有资格去跟任何人比较 我只要别人付出了多少 只要我知道自己是比昨天来的更好 那就已经是很好了 好了各位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 其实这个影片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拍摄啊 然后剪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觉得有给到你们一点点资讯的话 你们也给个赞 然后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记得要留言 有时间我就会去看 然后就会去回复你们的留言 好了各位 谢谢观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